同學問的這個內容 就是另外一件事情 他的講的其實是一個我們要談的這個櫃題 那同理可證嘛 既然我們都知道他剖出來的面 你得知道在哪裡 你才會剖到那個真正的剖透的位置線 那你就要先看你真剖透在哪邊 點它一下你可以看到馬上就出現這條線在這邊 你可以看到原來剖線在這個位置 那麼我們就可以在這個地方 直接去開一張你的剖面透視的剖線 開一張剖面出來 所以找試圖 然後選擇剖面 你可以看到剛剛那個位置大概就在這個位置上 那我們現在這張圖說他其實是把剖線給藏掉的 所以我們先把它打開 好 那我們剛剛所拉的張圖應該在這個位置 因為他沒有命名 應該是最新的 我們把它特意拉勻一點點 然後把方向弄對 它點面向內向 我們把比例拉一點 讓大家比較看得到 我先把這個比例給拉到20 你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內容啊 如果我們 如果我們看得到這個事情 我們就可以找到真正的剖面的位置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來看到 好 當我們拉了張剖線 它就在這裡 它現在剖面1 因為它還沒有被命名到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說明這個是剖面透視 說明 好 那這個 因為我們剖面並沒有特別去列一個東西 所以我們也一樣要給自己列一個 這個作品級的內容 這樣你要下次 要再找的時候比較好找 所以我們這個 你看這邊有個展覽 這是 應該是我們別的案子要說的 看一下 我們有多設個作品級 所以我們來這邊設一下 我們來這邊設一下 把剛剛這張圖說 打開 並且將它 列到一個 裡面 這樣子拉過去之後 你就可以找到 它被列在這邊 才不會把你其他東西弄那麼亂 那我們就可以來左右對照一下 這兩張圖是不是接近的位置 因為其實要正向剖面去Mapping並不容易 那我們可以透過別的方式去輔助我們 因為說實在 一個怎麼樣的剖頭怎麼樣處理 我們可以用很多手法 但至少這個事情看起來 它的關係是正確的 位置也正確 為什麼我們說正確 因為你看 點一下剖線你可以完全在那邊看到這條剖線 這時候你可以Mapping一下 看起來還差一點點 那我就再把這條線往後拉動一點 再點一下它 就可以基本上是Mapping在一起 一樣位置出現 所以這樣就知道你這個位置是對的 所以用這個方式可以去抓到一模一樣的位置 然後去找到你要剖出來的東西 那接下來下一步當然就是把一些不需要的拿掉 那不需要拿掉之後 有幾個方法 我們就是直接這邊選擇隱藏品類 把剖線給隱藏品類 那這樣按其實還是有點麻煩 你可以直接按一個然後按住你Ctrl 去按幾個你要的 要隱藏起來的 然後去直接按隱藏品類 它就一次幫你隱藏掉 OK 所以大概這邊這些內容 我們有了 像我們這邊有一些紙袋的 不需要存在的 我們就把它隱藏掉 好 那這樣子OK之後 我們先按套用 套用之後我們就要去設定一下它的一些Hatch 其實你可以看到本身我們在 叫設計發展的時候 就已經有把Hatch抓出來 所以 理論上來講它的Hatch應該是 同步的東西 只是看有沒有要把它變得比較強化一點點 這樣子而已 那接下來就是在講我們剛剛說的這個 這個Mapping的東西 其實Mapping有兩種方法 我們等一下再來試一下 怎麼把它Mapping起來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講 假設這個地方我們要去做 標示 標示 譬如說我想要去標示這個地方 從這裡到 這個 兩的位置 到牆的位置 然後到這個後面這個Mapping的位置 那當然你要確保一下你這個尺寸 這個字是不是你要的 所以這個東西都還是回歸到你原來有沒有設定一些內容 像我們這邊要開始做這個動作 那我們可以再繼續發展一些內容 然後繼續 就選我們自己寫的東西會比較好一點 譬如說你的高度 真正的 然後這個 櫃體的高度 超級花板的關係 那當然可以把空間的這個 重要的尺寸 再重新拉動一次 好 所以這邊算是有了 那房間標籤這件事情就是看我們有沒有標 像我們這個本來是有標的所以沒問題 拉動它就可以直接出現 標的空間 所以像這幾個東西就有了 那接下來只是比例的問題 比如說你想讓它看起來大一點 很快的方法就是你直接把它變比例 拉向它就變大了 就看你怎麼做 因為這個東西 POMENTO制圖 如果它不是要拿來去做真實排版 它比例上就不會那麼明確 一定要怎麼發展比較快 好 那接下來就是 譬如說上面這個紅色 我其實不想讓它出現 但是這邊也是有出現 就是你們要看自己要不要出現 過來就是我們要去加入一些 怎麼樣的大樣看有沒有加入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現在來試試看 在這個POMENTO制圖這張圖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你可以看到剛剛我們這張圖 POMENTO位置這個地方 它其實拉過來 它是可以蓋過去的 有沒有看到 它其實有一部分是可以蓋過去的 覺得好像它彼此之間是有 有點關係的在 所以我們可以拉動一下 你看看 譬如說我把這個地方拉過來 對照一下 看到其實它是可以幾乎是疊在一起 只是說它因為它有角度的關係 所以疊沒有辦法疊得很完整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如果你真的想要把這張圖抓得一清二楚 非常清楚 你還得做個動作 就是看一下這張圖的比例 這樣 因為這張POMENTO這圖 它也會有比例 也會有比例 可是它POMENTO的比例不會很明確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做一些面平的動作 就是看一下 假設它還要讓它再進去一點 我們調這張圖可能更快一點點 所以我們可以去調 譬如說你看 假設再小一點點 35分之1 看是不是有疊回來一點或32 這要花一點時間調 因為這個剖面的關係 它其實疊起來會有一點 有時候會有那麼差一點點的感覺 那當然 我現在要做的這個事情比較特別 我不像剛剛那個教程 他說的東西是 我請你到Photoshop去調 調比例 我現在有點想要試試看 能不能在裡面調給大家看 接近的狀況之下 你可以看到 其實它是有機會可以 很接近於這個事情 然後可以疊在一起 所以你看我們再把它往上拉 它其實是有機會 幾乎是Mapping在同一個地方 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Mapping 你看 把這個變性架構 你萬一可以看到後面的事情 看到嗎 所以如果你變性架構的狀況之下 你這張圖跟這張圖的關係 就可以開始出現另外一種Mapping的機會 當然 因為它 畢竟是平撲跟撲透 它結果不太相同 但等一下我們再做下一個事情 我一個一個跟大家講 那接下來我們到比例再調一點點 感覺它要小一點點 小一點點看看 已經很接近很接近 所以在這個地方 基本上已經幾乎是Mapping在一起了 幾乎啦幾乎 不是完全一樣 但沒關係我覺得 這件事情就是要看大家 有沒有機會想要做這個動作 那比例上再調一下下 我們就先抓自中 好 你看在這個地方之下 左右的距離已經偏移很小了 那我們要做下個事情就是 我們撲是撲一個單面嘛 那回到剛剛的平面圖說來看 你看 你在撲面的位置的時候 你把這個 把這個線打開 你看你撲這個線 你其實可以撲到哪裡就好 你可以撲得很短啊 可以撲得相當短啊 我把它撲到這麼短 所以回來看看我們剛剛這個位置 你看它剩下的東西是不是很少 所以你看 你所撲的東西是不是基本上已經 Mapping在一起了 因為你基本上沒有撲到什麼東西嘛 你是撲到後頭而已啊 所以你看 我的東西跟這個原來的透視組 已經幾乎Mapping在一起了 而且沒有什麼干擾 我們來證明一下這個事情 就是 在這個地方 跟這個地方的撲線位置 我們去對照一下 把這張圖先抓出來 你可以看到這邊 如果我將這張圖 其實這邊就可以做了 這個遠藏影片 把它變到200 你看它的資訊變多了 同時它也變多 如果把它變成600 這邊就開始變複雜 因為它破了更多 如果它變成只有2 它就完全只有破到 當下的那一剎那 你把它變成只有1 你還可以把一些東西 不需要用隱藏起來 所以它只剩下這些東西 所以如果你覺得某一些 椅子的這種東西有點干擾 你不用擔心 你可以在這張圖上 直接把它炎掉 就像這個幾個東西 完全不用出現它 因為其實這對我來說 也不是很重要 我們要的其實是 Information 我們要的其實是資訊 我們不是要這些剖線 剖線對我們來說 不是很重要 我們要的只是那些資訊 所以你可不可以把它 整個藏起來 完全可以啊 你把它藏起來之後 你再回來看 這邊就不受你干擾了 所以你看 這兩張圖疊在一起之後 它就變成是有一個 火面的顯 那你只需要做個事情 就是 像這個東西就不用出現標題 這張本來這張本來就不用標題了 這張本來就不用標題了 上次我們用把它給藏起來 所以我們回到這邊來看 這張火面透視度 含有尺寸的這個事情就出現了 那當然你還要再去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回來這邊再重新標一下 能否哪些東西標了沒有出現 還有可能是因為它剖線的關係 所以你看 我多一點點看看 我多一點點看看 才標的到 不然它就是標不到這內容 因為它沒有標到那個真正的位置 它就標不到 看看有沒有那些東西是露出來的 它會越露越多了 那就是看我們怎麼去標 那還有幾個方法 就是說你也可以在這裡呀 自己畫一個線 畫一個線你一樣標得到 沒有人說你一定要標那個東西 你可以標這裡 那還有一個事情就是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這個剖面 它會有一個就是 要不要採檢試圖可見 不要做採檢要不要採檢 如果你點了打勾這個 跟沒有打勾這個 還是會有一點影響 因為你拉掉它它就看不到 然後我們還可以在這邊做點事情 譬如說 我就是特意要不要這幾件事情 那我把這個樣子去掉 我就可以有機會在這邊做這個動作 就像這樣子 那我要繼續找到中間的關係 然後再看到後面的關係 那你這樣完成之後 我們就大概我們要做的這個目標就完成 只是我覺得作品級標這個尺寸 用處應該是沒那麼強烈啦 但如果我們特別強調一些高層高差 應該也是可以帶點東西可以去談 那特別去標這個空間我覺得用處也是有 就看你們有沒有覺得必要 像我們現在這個這三個標籤 用的是有平數的標籤 我可不可以選擇就是只有房間標籤啊 或者是我們選擇這個講區域就好 不要再講那些東西 所以平數要不要出現 我們可以再指引你定一下 看你自己要不要出現有沒有 那我們再去中心列出來這個內容 好 這個我覺得都是應用啊 就是沒有一定要到外頭去 裡面也可以